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夜里 他带三个人摸上了兰州北门城楼 没打一枪就搅了敌人一个排的枪 此事震动了南京政府 将届时电令干宁清三省派兵剿灭之 三省联军包围了义勇军驻地红沙县 数十倍于义勇军的敌军潮水般涌上来 贺锦年率六十余人突围 途中遭到野城章起兵袭击 贺锦年等四人被俘 敌人晚上把他们装进麻袋关进黑屋子里 白天把他们五花大绑拴在马尾上 但是顽强的贺锦年 他们还是趁敌人疲惫懈怠之际机制逃脱 1934年7月后 贺锦年任陕北游击队参谋长 总指挥 红二十七军妖团团团长 红十五军团八妖师师长 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 贺锦年率红八妖师参加东征 指挥二四妖团向北 二四三团向南 一举扫平四十公里敌雕暴群 那时 陕北红军的师 团架子打 兵不多 打起仗来 指挥员大都和敌人面对面接火 通风在前 退却在后 对九月一战 贺锦年率八妖师攻打东山 双方成焦灼状态 下午 总部命令 敌人兵已到 八妖师务必尽快拿下东山 贺锦年将帽子一摔 带着机枪手冲到前沿 架起四挺重机枪做掩护 指挥突击队一阵猛冲撑的 将东山头拿下 1936年12月 毛泽东召见贺锦年和王平 宣布红八妖师 恢复红二十七军番号 由贺锦年 王平分别担任军长和政委 毛泽东亲笔给他们写了任职命令 也就是这指任命 因王平的请求 毛泽东将他的名字 由王名改成王平 二十七军是在陕北土生土长起来的部队 毛泽东特地指示贺锦年 你是陕北人 又一直在这支部队工作 一定要把部队带好 1939年 贺锦年兼任三边定边 安边 静边军分区司令员 一次他到延安汇报 途遇大雨 警卫员要依老乡腾房 让司令员住宿 老乡很不情愿 还骂骂咧咧的 贺锦年很不高兴 到了延安 他还向毛泽东抱怨那老乡 毛泽东哈哈大笑 你这个贺司令 俺老百姓骂是好事啊 一个普通老百姓敢骂你这个大官 说明 他把你们看成自己的队伍了 国民党军队的官 老百姓敢当面骂吗 毛泽东一语点名了人民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 后来 贺锦年每到一个新部队 就讲这件事 晚年写回忆录 还浓墨重彩的写这件事 1941年10月 国民党新边二六师和文顶部突然南下 向三边分区进逼 三边是延安的北大门 又是边区的生产基地 毛泽东紧急召见王镇 贺锦年 由王镇任司令员 贺锦年任副司令员 组建一个野战兵团 野战兵团立即开赴三边前线 严阵以待 和文顶部中未敢轻举妄动 贺锦年驻守三边 每次去延安 都是毛泽东的做尚客 1943年 贺锦年兼任警备三旅旅长 毛泽东在兴取警备三旅参加大声产情况汇报后 十分高兴 为贺锦年提辞 艰苦奋斗 不屈不挠 1946年8月 贺锦年转赴东北任何将军区司令员 指挥部队进行了三个月的追缴土匪战斗 一举剿灭四大旗杆土匪 巩固了东北解放区的大后方 受到东总的三次通令加强 林彪评价说 贺锦年同志追土匪追得很好 类是类不死很多人的 要舍得追 一 947年5月 贺锦年任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纵队司令员 首战张武告解 在战功主屯大获权上 与兄弟部队一道进攻四平 1948年3月 在辽宁朝阳 组建东北野战军十一纵队 后改称四野四十八军 贺锦年任司令员 在解放龙化的战斗中 十一纵涌现出董存锐这一点型英雄人物 9月至11月初 贺锦年指挥十一纵参加辽审战役 胜利完成攻占昌迪 切断北宁铁路 和左级锦西光民党军北远锦州的任务 1948年底 贺锦年挥师入关 参加平心战役 先后攻克密云 石井山发电厂 门头勾煤矿区 扫清北平西郊国民党据点 会同兄弟部队完成对北平的包围 实现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4月 贺锦年任司也十五军团副司令员 兼四十八军军长 率部南下 于九江突破白重启的长江防线 发起干南战役 143师占领鱼兜 切断干州国民党军东逃退路 144师直 插干南 抢占南康 切断敌人向广州逃跑的道路 仅以伤亡二百余人的代价 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 解放22座县城的胜利 维斯也主力进军广东创造了有力条件 1950年6月 贺锦年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并兼东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 装甲兵部队司令员 中朝联合铁道运输指挥部司令员 参与组织抗美援朝的后方支援工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